拿着卷尺细心丈量 这件量身定做的新衣服 来头很不一样 这里是叙利亚和姆斯省的虎拉市 自从2012年发生大屠杀事件后 整座城市被政府军封锁 里面的人缺乏各种物资 外面的人想帮也不见得帮得上忙 只有联合国汉红十字会 能把人道救援物品送进去 同样是夹克在服饰店买 一件要价50元美金 但是拿毛毯去修改 保暖效果一样好 价钱只需要五分之一 虎拉市居民在困苦的生活中 发挥创意 把守便物资发挥最大良能 大爱新闻黄敬艇变异 大爱新闻黄敬艇变弹 大爱新闻黄敬艇变弹